我最近的状态是比较不错的 因为现在感觉大家状态都还在线 然后对于BLG的话 他们状态也挺好 然后我们需要做好我们 把我们自己打好 因为我觉得我们打好自己的东西 其实感觉能赢很多队伍 因为刚开始第一场 就是LPL刚开始第一场打BLG的话 其实我们当时对 可能版本理解 还有就是磨合也没有到 就是很成熟吧 然后可能给的机会比较多 这次的话打BLG 觉得我们现在的状态是能影响他们 然后需要注意的就是他们 小规模团战是打得比较好 找机会比较强 然后规避掉这些 LK的话我觉得这两年都打得很顶级吧 就是他也 以前我也觉得他一直是个很顶级的选手 然后对上他的话 我觉得注意的就是因为我们 其实下路都是喜欢打线的 然后这里就是看微操了 下一场面对杰克嘛 然后因为和杰克也是交出了非常多次 然后他们下路组和杰克加Macon也是进攻性非常厉害的一队下路组吧 然后面对他们就希望我们在前期的时候 然后更加多注意配合 然后还有选英雄吧 对 我觉得GEO赛版本 因为最近大赛比较多了嘛 但是金克斯哲利还是需要就是 那其他几个强势的AD都没有之后 我觉得还是可以出的 对 我觉得我们今年的目标都是冠军吧 然后希望和队友说就是 我们只需要做好我们自己的 然后我们就可以取得冠军 那这样涛博要来得子了 得来文家泰坦 但这个瑞尔是存在一定摇摆性的 虽然现在打野瑞尔很少见了 应该打野的可能性我觉得会大一点 主要标记目前的这套板子 好像京东那一天的那一套 是 如果是考虑让瑞尔去进行辅助的话 那可能确实没有太多 能够保护金克斯的选项 那薰的千诀就会成为这个 保护住自家后排的最后一招 绝活来了 而且主要千诀跟沙皇 虽然两个人长得像不认识 但大招确实有非常不错的联动 我画地为牢 你把它推出去 语点数稍微调一下 两边给余胜去抗互相扛 但是这个伤害方面 这边德莱文实在是太好了 全屏不够的伤害 感觉左边 这个伤害是明显要比右边要高出很多很多的 应该还是可以卡住几只 这波就是主要第一波推前推太快了 当时昂子总有点靠前 感觉昂应该再过一回再往前的 等那个三个近战兵再残一点 能抢到二的同时才能往前 是的 下班不要跃了 小天这个位置是直接打了个TP出来 沙皇必须得保一下 不然下路之后被跃的话就会非常非常的危险 而奥这边的玉铁树踩上前 也是直接反身被打了相当多的血量 对 其实上波帮推线造成的一些反应 给他一个TP可以救下的时间 但这样的话中路会亏很多线啊 回程还被稍微打断了一下 那就只能勋自己吃掉了 我最后是有炮车的 有机会稍微卡一下 他在拉兵线 哇 在沙皇这个位置回程又被打断了 现在奈特挺难受的 这位置可能要交闪 有点感觉 下半部方面的话 杰克已经要吃到医学塔了 正面369选择了用闪线躲玉铁树硬吃这波线 勋直接杀出来 用意境的减速道跟闪 这样369应该是要倒地了 人头给到了奥克 而且 大叔自然之窝放出来 小金尹尝试月塔 正面奥先去扛掉 清理掉 尝试的一勾勾到 哇 直接是被溶掉了 而且 这波德莱文持巨头 伤害太高了 几批绕后这个位置可能要看 Mako能不能把这个团开起来 先决肥无闪现了 脑子又走了这个位置 交玉铁树 还有闪现 这个闪现交不交 交出闪现后面还有杨林申希宝 那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这个塔有点守不了 对于标记来讲 因为奈特是没有踢的 再一勾勾到 有杨林申希反挑 这个位置想围绕防御塔做反打 但是等到杨林申希结束 转投JKLUF 两斧子带走两个人 再来一斧子 但是最终中这个头 是由小奶油持下 这把全是C 海闪上来直接勾到 一个开到利福 打断玉铁树 两段炸 后面给了一个爆破九筒 补上的伤害 再次阵亡 中塔 不需要下五千锋 你可以直接推掉 这把感觉 有点平推的意味了 耐得想要推吗 这个位置 交闪现的胸位也不太够啊 JKLUF 还有闪 后面有个大树大招 小天来了 这个位置可能要NITE 来扛这个老树的藤蔓了 但是NITE完全扛不住 一刀雪空了 这就是两件套的得来文 兵格再次绕后过来 闪顶硬换掉了一个369 NITE这个位置 有双招 捷克 闪现还可以推坏了 对于标记来说是一波机会 而且超级死非常带走了 JKLUF 而且尤其是边线的miss 可能 就得多看一点 尤其河道口的眼位 但现在的话 涛博正面的一个推进攻势 还是很明显的 MECO一个勾勾强 打出了自己的闪现之后 深海冲击冲到了后方的一个靴 正面的二塔已经是被 推掉的情况下 瑞尔是直接被两斧子砍倒在地 而后方 这个位置小灰阳灵神星 回来但是还是被炸 回来的时候大招消失了 虽然德莱文现在没有闪现 但是如果正面团没有能针对到他 那德莱文就能砍起来 对而且还有一个小炮啊 正面两边辅助又是再次交手 而Ong这个位置已经快有点撑不住了 后方有一个棒棒球动 直接把薰给炸了回来 奈特队 奈特队的这个进军最强 推回了杰克拉夫 杰克拉夫再次倒地 但里面还有小奶油的存在 小奶油是成功的击杀掉这边的一个 前前半的辅助 而后方的奈特交出了金山 而正面薰还在围剿369 这个位置Cream是最终 是成功 被小龙突出了 被小龙最后一口给喷死了 8000经济的团战 硬给自己蓄了一波 艾奥克和薰这波也打得很好 两个人打了很多输出 你可以看艾奥克 其实很危险 这个推直接推到三人 包含了双C 没啥的德莱文直接倒地 这波小奶油是尽力在打输出啊 然后这个小龙一直在输出他 奈特这里是有个表的 仇恨转移了 这小龙一人喷一口 最后一口 很关键的一口 最后被时间 但是套博 不想给这个时间 套博再次给压力 真眼插下去 看到了龙的血量 这个位置薰是有Q吗 但是后面的话 团战又打了起来 哦呦 泰坦这个位置 一个大招打起了三人 后方的一个B 还被炸出了杨丽生锡 在这边的话泰坦也同样倒地 两边做了一个上府的兑换之后 小奶油跳了上来 两边四打四的残局 这个位置两边还想再抢一下吗 海闪过来 一个Q技能落空 有星界巨手 但被减速到了 这个位置要被打满爆炸火花 这现在表现 冰线压力不是特别的大 但下落这里 现在已经被送进去了 尝试的一钩 有余震 有星界巨手 但是依然还是打出了不俗的伤害 终于是找到了一个机会 把真眼插进了龙坑 乔凤中的真眼 哎呦 Q下来 直接跳下来 小奶油这个位置 反手的这个毁灭射击伤害也好高 两边都是插一丝 就能击插到对方 W减速一下 小天这个位置要放大招来留人了 冰能够帮忙挡下这个大招 后面还有TP去救 但也打了Night一个TP出来 这波套拨交了双TP 369是眼上在蹲的 正面位置又是一勾勾到了Night Night直接留下一行往后拉 两边都是全员集结 而这个时候369是蹲在了右方 369的位置有点好 Elke这个位置可能会被爆破球动给炸回来 369露头了 Elke赶紧拉到了左后方 那两边第一波隐藏 哎 正面一勾勾到了沙皇 这个位置交出了金身仪 一炸炸开了 哦 凡手骑了进去 骑到了四个人 凡手再一个大招 骑红死了Mako 几格斯启动了 一推没能推到了一个回见跳远的小炮 但是这位借克拉不要动了 这波BLG帮助Elke拿上了三杀 虽然开到了沙皇 但毕竟是一个不灭的肉沙皇 打到身上不痛不远 还有个精神 而且正面回程369也是被冰哥直接找到了 他没有办法来阻拦标记打大龙 是的 但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关于NITE之波的精神太关键了 而且甚至这一波 这六九也走不了 又吃到人头 防御塔已经被标记给推掉 太阳圆盘一立 这个炸到了四个 是的 一波不错的血量消耗 好 太阳圆盘 但是打得爆出了 但是后续的话 这个爆炸火烟依然炸死了两人 NITE这个位置 身陷重围之中 有一个精神在 但依然还是要被Crim给击杀掉 这一波小炮无解输出了呀 冰还在拖着时间 想拆逼这几个C位 还有十几秒的时间 马上要复活了 涛博这边是选择想要一波的 就靠着小炮 哦 这个位置复活出来 冰是选择直接顶了上去 但第一时间是遭到了阻挠 用R技能 稍微躲了一下波波酒桶 但自己可能马上要被击杀掉了 被推了 但是也吃到了杨林声息 所以打这个第一线没有被秒 然后六九这个R也立功了呀 有眼看到的 但是还是被炸回去了 上野两人的位置进场的太完美了 一闪R炸回来 而且确实这个 禁军之强等于是 帮助套博的队员进入到了杨林声息的范围内 哦 视野压力非常的大 对于BLG来说 涛博选择了直接全力Rash这条龙 这个龙打得非常快 感觉已经赶不及了 是的 正面如果BLG再去看的话 可能龙丢人也要会被对方挤火 冰这个血量已经是快扛不住了 哦 选择直接踩了进去 Night推到两人 这边两边做了一波辅助兑换之后 薰后面也开出了杨林声息 先打出了一个复活甲 但来说复活甲被打了出来之后 薰这个位置也被黏上 薰要被Cream给解决掉 小炮现在开始点名了这个位置 太长的手 而且非常灵活的一个小炮 在中后期也是主宰了战场 Double Q拿下 再次又是只剩一个兵啊 直接踢到下路 这波可能要可以把下路高地也拆掉 后续的残局的伤害上面 涛博这边还是更加的扎实啊 真的有机会带着下路冰线直接一波啊 3位复活时间很长 已经是稳一波了现在 这把从中期开始感觉小炮 才是真正接管比赛的人 是的 涛博在后面的两波团战里面 都稳住了自己的状态 而且在后方的两波团战中 完成了制止对手翻盘的一个局面 我们恭喜涛博